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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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底和圆顶形態都是技術图表中重要的形態之一 何謂圆底呢? 圆底通常出現在跌浪的尾段 屬於買入訊號 顧名思義 圆底的外形圓滑 呈現一個向下墮的弧形 當股價經歷持續跌勢之後 跌勢開始放慢 由於利膽因素已經充分反映 同時有缺乏利好消息刺激 市況轉入好膽角力階段 成交量持續減少 直至好友在低位累積足夠籌碼 股價開始慢慢上升 成交量也開始增加 股價重拾升勢 與頭堅底、箱底等不同的是 圆底並沒有量度升幅目標價 而且圆底形成需時 儲存了龐大力量 在突破後威力強勁 而圆底醞釀的時間越長 股價轉升的時候爆發力也會越強 圆底形態與成交量的步伐 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下跌過程中 成交量會逐漸萎縮 股價持續破底 直到底部區慢慢開始出現買盤 令股價逐步跌高 成交量都會跟著逐步放大 圆底形態的左右兩邊成交量最大 而中間過程的成交量呈現低迷狀態 直到股價突破項線壓力的時候 才可以確立形態 當股價突破項線可以視為轉強信號 可以買入 而股價上升後回調但不跌穿項線 都可以作為第二次買入的時機 所以股價突破項線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位置 當出現假突破的現象 亦都可以視突破項線的低點作為止蝕位 何謂圓頂呢? 圓頂通常出現在聲浪的尾段 屬於買出訊號 由於圓頂形成衰時 儲存了龐大力量 所以突破後威力強勁 顧名思義 圓頂的外形圓滑 呈現一個向上突出的弧形 股價在經歷持續升勢之後 升勢開始放慢 市況轉入好淡角力階段 窄幅波動 隨著好友逐漸離場 不再有高位承接力 沽壓加大 淡有主導市況 股價的走勢開始急轉直下 與圓頂不同的是 圓頂的成交量並沒有一定規率 唯獨相同的是 圓頂醞釀的時間越長 股價轉跌的時候 它的爆發力也都會越強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